然后呢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拼写纠正的一个例子 拼写纠正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用户输入了一个不在字典当中的单词 就是比如说他想输入一个单词 正常的情况下是一个字 然后呢他写错了写成了THA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THA不是我们字典当中的一个单词 我们要猜一下他写了一个THA 是不是说他可能要写就是写成THA 写这个字啊写错了呀 那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个拼写纠正 把这个THA改成这个THA呢 THA呢 改成这个THA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预测 比如说他写成了一个THA之后 我们就得想哎呀 这个家伙到底要输入单词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THA吧 也有可能是还有什么单词 我想想THA还有TH 或者是THA有可能吧 赞也有可能吧 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要想一下 他到底是想出THA呢 还是想出THA呢 这俩都有可能吧 所以说啊我们要进行一个拼写的纠正 就是用户啊输入单词 我们要预测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单词 他的一个概率最大吧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说 这个家伙到底想输入什么样的单词 那其实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就是说 嗯他实际的一个单词放进来了 我们要求的一个概率就是说 他实际的单词输入进来之后 他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是我要进行一个求解的吧 我先给他转换成一种数学公式 就是在他俩输入了这样一个单词的时候 他想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我要求的一个拼写纠正的一个结果 那对于当前的例子啊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嗯假设啊我们用户实际的输入单词啊 是一个D D呢就代表着我的一个语料库了 就是代表着咱们的一系列的观察数据 那对于我这个观察数据 比如说一个D来了之后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猜测 比如说刚才我说THE 就是THA输进来了 既有可能就是预测完是THE 也有可能是THAN呢 有多种预测结果吧 那现在比如说我有猜测E 是在我输入D这个情况下啊 它的是H1 H1呢可能表示这是一个THE H2呢可能表示这是THAN 然后呢H3啊 H3啊就是块啊 这块应该是个H3PD H3这里啊 它有可能又是一个其他值 反正啊就是我有很多种猜测吧 那我把这个猜测啊 统一就写成P的一个啊 在D的情况下预测为A 预测为H的一个概率 那现在啊 这就是我要求解的一个结果 我要求一下就是 什么样的这个概率最大吧 比如说H1的概率越大 那我说这个词应该给它改成泽 H2的概率大 我说改成这个赞是吧 H3大就改成H3 H4大改成H4 这是我要求解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任务啊 我们要进行改变了 我们要求的是 在我的一个输入情况下啊 什么样的一个值 它的可能性越大 那这回啊 就是对当前这个任务来说 不太好求吧 大家有什么求解思路吗 好像有点难想 但是呢 根据我贝耶斯啊 刚才给大家给出来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对原始的问题进行一个转换吧 转换成什么啊 就按照我们的公式 刚才咱们是不是给出来这样一个公式啊 那我把咱们刚签在的这个公式拿过来 这个公式拿过来 我们来看 转换成这样一种形式 PH是什么 PH表达的意思啊 就好比说现在猜测的一个词 它出现了一个概率 比如说猜测词有泽 还有这样一个赞 那PH就表示着 在我们的一个字典当中 比如说字典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语料库 这个语料库当中啊 我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泽这个词出现的一个赞比 比如说 咱们的一个语料库当中 是有一些都是一些宠物词啊 有一万个词 在这个一万个词当中啊 比如说泽这个词出现了5000次 那这个P泽得说啊 就是说当前的这个PH PH1吧 PH1表示泽 那这个P泽就是一个5000比上一万吧 那这个赞呢 赞啊 比如说赞只出现了100次 那这个PH2就是单看这个PH PH2就是什么 用这个100再除以一个一万吧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PH 这个PH呢 就好比说啊 咱们现在有个东西 叫做一个鲜艳概率 鲜艳概率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拿到一个 拿到一个数据之后 我其实能够知道 数据当中每一个词的一个 就是出现的频率 或者说出现的一个次数吧 这个东西啊 我事先就可以统计好 所以说呢 我管它呀 叫做一个鲜艳的概率 在我鲜艳的概率当中啊 是不是PH1和PH2 它的一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就有一个PH1 大于一个PH2 这样一个结果吧 所以说啊 我说咱们的一个PH 它是一个鲜艳的概率 然后呢 让它呈上什么啊 让它呈上了一个在H的情况下 给它写成了转换成一个D 那这种情况下什么意思啊 这种情况下的意思 这个 这个条件概率 它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输进来了一个词 比如说你想输泽 想输泽啊 你输成了THA的概率是多大 想出赞 又输成了PHA的概率是多大 想出一个H3 又输成了一个THA的概率是多大 这个就是说 你想输一个词啊 给它输错的一个概率是多大的 这样有一个转换概率 然后呢PD啊PD来说 这个一会儿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进行约分的 就是说 现在你实际用户输入一个单词 那是不是你输什么样的单词都有可能啊 那这个对我的结果来说 是没有什么太影响的吧 所以说啊 一会儿我可以实际的把这个PD给它进行约掉 因为呢 它输入单词D D是任何可能性都有的吧 所以说啊 它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可以给它约分掉的 然后呢 咱们就来看吧 现在啊就是说对于我的一个不具体的猜测来说啊 有H1H2H3 那PD都是一样的吧 就是说啊 H1H2H3 PD都是这个词吧 那下回来了PD又是都是一个词 下回PD还都是一个词吧 所以说啊 我们就是可以把给它进行一个约分调了 那当我们把这个分母约掉之后啊 这块原来是在比上了一个PD吧 现在呢 我把PD约分调了 所以说当前的一个值啊 就是我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结果值 这个符号是一个正比喻 正比喻什么 正比喻我当前的一个先验改率 在乘上我的一个把当前这个就是输入进来正确的值啊 就是你就是这个正确值跟我错误值之间输错的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比例拿出来之后 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呢 现在啊 我给定了一个观测数据 那一个猜测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 一个猜测是好是坏 取决于这个猜测本身的一个可能性吧 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先验概率 先验概率啊 是可以求出来的 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统计 比如说 嗯 统计它的一个词频 对于当前任务来说 词频就是我的一个先验概率吧 还有什么 还有的就是我们后面这部分吧 后面这部分 它不就是这个猜测和我们和 这个猜测升测我们观测数据的一个可能性的大小吗 这个猜测啊 H能够就是把这个一个词遮 写成了一个THA的一个可能性的大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后面这部分吧 那后面这部分怎么样进行比例啊 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种衡量方法 比如说 嗯 在我们的一个文文数据当中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编辑距离吧 我们可以通过比 通过比较这样一个编辑距离的大小来说 这样一个可能性吧 那THE写成THA 是不是只把这样一个E写成了一个A啊 那这个时候可能性是多大 它的编辑距离是不是把E改成A就可以了 那它编辑距离为E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距离 看一下你键盘当中 键盘当中啊 A和E离得远近 A和E啊 离得越近 它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越大吧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衡量指标来 然后来去比较一下 咱们当前啊 这个生成的 生成我们这个观测数据的一个可能性的大小 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比较 当咱们指定好一种比较的一种方法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了 一会儿啊 会大家来去实际的用代码演示咱们的一个拼写检查 一会儿咱们还是啊 基于这样一个编辑距离来给大家演示 咱们这个生成啊 和我的观测数据的一个可能性的大小啊 一会儿咱们还有一个实力的演示的 那现在啊 是不是说啊 已经是计算差不多了 就是说通过我的BS算法 可以算出来 咱们当前的一个 用我的一个PH 再乘上我的一个生成的一个可能性的大小 这样我就得出来了当前的一个结果吧 那你是不是能算出来一个 咱们的就是 对前面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是不是能算出来我的一个H1 能算出来H2 能算出来H3 那比较吧 H1大 就是在D的条件下 H1大 H2大 H3大 这个时候我就得出来了 它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说我们用BS这种方法 实际呢 是可以帮我们完成 这个拼写纠正的这样一个任务的 那这里啊 刚才给大家强调了一点 就是在BS算法当中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一个鲜艳概率 鲜艳概率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啊 用户输入了一个词是TLP 那他可能是想说TOP 也可能想说这个TIP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算了一下 你把这个TLP啊 写成TOP和TIP的一个可能性 是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办啊 比如说他们编辑距离都是一 或者说 当咱们基于某种方法的时候 比如说基于这种最大自然估计的时候 咱们的估计啊 是一样 或者说 没办法进行一个指示啊 他要到底谁高谁低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啊 我们啊就可以用这个鲜艳概率 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了 鲜艳概率是什么 这一块不要忘记 我们还乘上一个PH吧 比如说在我们词评当中 我说了 TOP出现的一个程度 要比这个TIP要高 那是不是说 这回啊 我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纠正结果 就是这个TOP这个词啊 所以说啊 在贝斯三合当中 我们引入了一个东西 叫做鲜艳概率 鲜艳概率啊 对我的结果 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鲜艳概率 为什么说 我们要把它加进来呢 加进来这个东西啊 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这个要跟我们实际的情况相挂钩吧 在我们的实际情况当中 是不是我们在做一个事的时候 你经常把这件事做成什么 那下一次 你还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什么呀 你要打字也是一样 一些词频越高的词 你给它打成 就是你想写这些词频越高的词 一个概率也是越大的吧 所以说啊 在贝斯当中 我们提出来一个东西 叫做鲜艳概率 鲜艳概率啊 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加进来的 而是根据我们实际情况相挂钩的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啊 记忆学习讲过一些算法 嗯 咱们在讲那个回归算法的时候 是不是也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假设什么 假设我的一个误差 服从的是一个独立通分部吧 那误差 为什么会服从这样一个独立通分部啊 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吧 那在这个贝斯算法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也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啊 那实际的在基地学习当中啊 嗯 就是说我们基地学习当中算法 并不是就是光由我们的数学 光由我们的一个机器推导出来的 而是说啊 我们把一些实际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加进去了 我们要预测的是一种分部 是一种模式 所以说我们必须啊 实际情况下 是真有这种模式的情况下 基地学习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一种 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吧 所以说呢 基地学习啊 实际是跟我们的一个生活相挂钩的 要解决的是真实的一些情况 而不是一些随机的情况 随机很难解决 但是只要内部存在规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规则给它挖掘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